那个当日行情嘛,反正雅虎,啊当然其实不是只有雅虎提供这个资料 所以其他资料也许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水泥类鼓点击它,就是利用这个网址 其实你说这个网址怎么来的,其实我是 一个一个去把它复制,当然你如果说你将来 你不希望说这么土法链钢的话 其实你还有个方法,其实这边当然你可以 因为你会发现,它都是 就是点击它之后,都是利用这个 PHP,有没有 去 后面问号指的是执行什么样的参数 丢给这个PHP 中间一定会有end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后面c等于 这个后面这个应该是一个 什么名称,只是说因为它经过UIL encoding,就是把它编码了 所以本来中文的可能一编码变成乱码,你看不懂 OK 不过它是原来是有意思的 然后end,第2个参数 所以后面应该有个参数,这可能是什么呢 也许是哪个类鼓名称 或者什么之类吧 反正这 因为你如果没有它原始 那 当然如果你要知道里面的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把它按F F12 F12之后的话 其实这边有个简单的,F12就是开发人员的模式 那你可以游标放在某一个 比如说水泥这边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去highlight 这边 那你当然可以去往里面找 它的程式 里面当然 它有分一层一层的 不过 这可能就像刚刚同学 这边问的是不是要真的去了解 它的这个 HTML 我是想 我是觉得 你如果说将来想要抓一些比较进阶的程式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了解 至于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细节 我想后面我们再有其他的范地再来做说明 那这个比较单纯 因为它都可以抓得到没有问题 只是说web table 要把它改成8 或改成9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水泥没问题 那你再来其他的 怎么做出来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有些部分的话 把那个问题6 这个先把它 把它关一下 因为这 前面东西先关一下 这个把它关闭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 要抓一个 刚刚已经有 可是我今天如果说要抓其他的话 那可能就是按 按部就班来看 第1个 这个原来录制聚集 我把它修改一下 改成这样子 下载之后的话 记得删除第1栏 因为第1栏 好像前面有一个空白栏 不需要的 再来自动调整 另外油标放在A1 多加这个而已 其他都没有变 第2的话呢 批示删除工作表 那删除这个我想前面也讲过了 再来的 我们 就再来 接下来就是底下 其实等一下 因为这程式有些写过 我们就直接用云端的程式来参考 这个是批示删除 这个应该没问题 前面讲过 再来的话呢 批示新增工作表 因为我在下载档案之前 我需要给他一个新的工作表来放 所以比如说 水泥啦 然后一直往下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段程式 把它Ctrl C 一下 这个前面写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贴上就好了 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 For I 等于 第2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不过我建议啦 你干脆中间这边 插入一列 空白一列 不然的话 等下跑太久 可能 OK好 再来的话呢 我这边有一个X 这X是取得什么 取得A蓝的名称 指的是把水泥 这个丢给X X在帮我怎么样 新增的工作表 把这X加进来 游标再切回去 所以这个前面好好练习过啦 主要是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基本上 它就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从水泥 你一直到玻璃 里面是空的 因为里面还没放东西 第一阶段应该没问题 你能不能阶段先来看 我一下子跳到后面 你可能 这中边 OK 因为有些东西写过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 第2个话 就是说 那你需要怎么样 再抓到第2个讯息 因为你要下载 那下载你怎么下载 你当然需要 会得到一个Y好了 这个Y等于什么呢 Y 其实你可以拿X来改 把这个Ctrl C 移到下面贴上 因为我们直接要 把这边改成Y 然后呢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B 也就是A栏 是抓那个 类谷名称 B栏 是抓到 那个 我们的网址 丢给谁 丢给Y 对不对 可是Y接到之后 他怎么去下载 我当然已经有 这个 新增业工作表给他了嘛 然后重新命名了 所以呢 城市应该写在这下面 但是因为这个城市呢 下载股市 上面已经有写一个 那我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方式 干脆我怎么样 传递引述不就好了 传过来之后 那我就修改什么呢 把它这一串 有没有 改成 传递过来的那个网址 那不就可以 这个前面讲过嘛 共用方法对 所以呢 第一个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下载股市这一段 干脆把它Ctrl C 然后 直接先贴到这边好了 那上面这个名称 我把它 改一个名称好了 这个是旧的好了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传给他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网址好了 当然你如果贴心一点的话 你可以S什么 他一定是Stream 一个字串 这个可加可不加 OK 那再来的话把这个网址怎么样呢 把它取代那个我们刚刚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OK 不过特别的注意哦 加上去之前 请你先把它删掉 后面呢 请你先and一下 然后呢 再把网址两个字打上去 空一个 因为这个 这个 接在后面的东西 一定是空白加底线 那如果你不用接在 干脆把它delete掉算了 把它拿上来也可以 这样也OK 因为 他这个空白加底线就是 两行是接在一起的意思 好 这应该可以看得懂 这个把刚刚的东西删掉 and网址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怎么样呢 如果要下载的话 那就是在这边 干脆call什么 call 那个 叫做 股市下载 所以这个股市下载 前刮 股市下载 有了 OK 网址给他 网址什么 网址是歪 对不对 OK 然后后刮 然后他就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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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其实城市 你说复杂吗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应该都跟前面 写过的东西有点关联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test 那其实除错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设个中断点 我也不知道 不保证一定 一次 就做对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有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万一 所以你可以把射中断点 然后游标放这边 执行一下 先把旧的删掉算 比较不干扰 把这些先删掉 然后再来执行这边 好 Y 它说 传递的参数 因为传过来的东西 它是用Sales里面 Street 干脆把Street 先拿掉 OK 除非说你再把它 在外面再包 如果说你 要加的话 变成说你可能要 再 把它怎么样 C S TR 外面包起来 就是强制把它转成那个 字串 再丢过去 不过这样 会不会比较麻烦 算了 先干脆把Street拿掉算了 就先不要规定说它是哪一种 哪一种资料形态 好 就一个网址 然后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 应该这样子行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Street先再次拿掉 好 先抓到 X是水泥 它的网址是 HTTP 那一串 没问题 再来的话 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叫水泥 然后呢 去下载资料 下载资料就call 股市 把这个网址丢过来 应该没问题 然后 让它去下载 一直往下 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Wave Table 9 然后其他的话 Refresh 关键来了 最后关键 如果你按下去 它有下载 那表示成功 OK 下载了 应该没问题 然后 然后再下一个 Delete的第一列 因为选择这一点不用 然后从 就把那个 蓝宽 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在 优标放A1 这个其实这些好像可有可无 好 就跳回来 所以 其实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想说 之前有同学问说 接下来我如果说我要判断 某一个类股 它最 比如说它那个成交金额 超过多少的时候 那给我一个警报 或者给我一个讯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 那你当然你要设条件 条件你可能自己再加在这个下面吧 反正自己再加一下 NAS 其实我想 应该后面都一样 所以 中段点可以拿掉 OK 加跟 去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它就取消了 OK 全部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乖乖的 帮我一个 一个 一个的 去执行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当然我前面讲过 它会一直闪动 所以如果你不要闪动的话 接下来 就可以把一些 闪动的部分关掉 那闪动关掉 我想前面好像有讲过 这个刚刚有提到 P字新增下载 主要是在这里 这个等一下自己再加一下 那把那个 闪动关闭的话 就是那个 Screen Updating 把它False 另外呢 我也有 增加一个Status Bar 不过我发现Status Bar 真的 不太好用 因为 太不显眼了 在左下角 谁会看 对不对 除非你自己知道 不然的话说 真的一般user 根本看不到 不过这个 至少聊胜以无 你自己可以再加一下 那所以 我觉得比较 比较好的方案 就是 增加那个所谓的 这个进度状态列 这个前面刚好也有讲过 只是 复习吧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要想想看 那这个东西怎么加 加在哪里 有没有办法标准化 其实 可以啊 我上一周讲过 其实 应该做的会比你想象中来的简单 好像我们也没做几件事 第一个 先解决画面的问题 第二个 当这个表单启动的时候 你就去做 那个更新的动作 但是你要重复去跑那些资料 OK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来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 刚刚主要 就是 把 刚刚录制的 股市下载那个 然后修改成 共用的程序 另外呢 我在云端上有那个 批示删除旧工作表 跟批示新增工作表 其实我们关键就是说 在批示新增的 那个部分 增加一个Y 并且在 下方 增加一个 Core股市资料 Core股市下载 然后 把这个Y 传递给那个共用 方法 其实就可以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完成 好 好 好